今天的热搜毫无疑问是属于我们国宝大熊猫鸭鸭的 当然还有乐乐 因为他们今天终于一起回家了 在临走前 鸭鸭在过渡时期已经使用了中国提供的饼干 以便消化系统能够尽快适应 同时饲养人提前对他进行了运输轮的适应训练 以便让他能够顺利度过跨洋旅程 这两天啊 数百人在孟非斯动物园中国馆参加了鸭鸭的欢送会 其中有很多都是咱们中国人 他们向鸭鸭告别 并在告别信上亲民 爱心善良的中国人可以比美国人多太多了 另外三天也是感谢专门跑去送鸭鸭乐乐最后一程的海外同胞们 特别是斗斗猪猪还有莹莹 所以说我的粉丝也请关注他们 越出国越爱国 在他们身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最开始呢 鸭鸭身体状堪忧的消息啊 是21年来自动物保护组织IDA的一篇报道 报道指出呢 鸭鸭和乐乐状态很差 他们体重偏低 吃得很少 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刻板行为迹象 据说呢 从08年就感染了寄生虫 以至于他的皮毛都掉了不少 报道还说啊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就是提供的竹子质量太低 数量太少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最近鸭鸭的体重和皮毛状态 明显是好了太多太多 三斤想说的是 在座的为鸭鸭发声的网友们 你们真的是功不可没 是你们的呐喊 你们的爱救了他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注意 说不定乐乐也有机会活下去 不过呢 也正是因为乐乐的离去 才导致全世界热爱熊猫的人都注意到鸭鸭 纷纷加入到咱们的声援队伍 去指责孟菲斯动员的种种行为 当时孟菲斯动员一度在网上 被各国朋友骂到关停 甚至呢 还有人扒出了他们不少黑历史 不过呢 今天是个大喜日子 咱就不说了哈 最后压压乐乐 我是李三家Alex 我在美国 欢迎回家